攻略并交女主三年后 我的任务完成了 离开那晚 柳如烟眼眶泛红 卑微的死死拽住我的一脚 哥哥 你说过永远不会抛下我的 我慌问无措 刚好那晚是柳如烟的成人夜 我便哄天她是给她去准备成人礼 然后趁其不备一走了之 攻略任务完成 即将遣返 在冰冷的机械阴中 我的灵魂逐渐抽离体外 可胳膊却仍然被人死死拽着 柳如烟眼眶泛红 固执着不肯松手 哥哥 你是想抛下我吗 她声音颤抖 失去了以往的镇定 只剩下了毫不掩饰的心慌 看着柳如烟这副模样 我的心止不住一阵刺头 明明今天是她的生日 明明我答应过会给她惊喜的 明明就在三分钟前 柳如烟还红的脸轻声道 不管哥哥准备了什么礼物 我都会喜欢 她的眼神里满是赤诚热烈的感情 过了今晚 我就成年了 以后就换我来保护哥哥吧 我闭了闭眼 心头一片苦涩 这些终究是无法实现了 毕竟 从传书过来的那一刻 我就被告知 柳如烟是这个世界 重心捧月的女主 而我 只是个工具人配角 我的任务 就是庇护柳如烟成长 最终把她交付给男主 而现在 三年过去了 男主即将登场 那我就必须消失了 我深吸一口气 洋装冷静 松手 柳如烟直拗道 不 她连声音都变得嘶哑 哥哥 你说过不会离开我的 你说过的 她一遍遍重复着你说过的 就仿佛抓住了 最后的救命稻草 绝望至极 就在这时 系统有些焦急地催促道 宿主 你要赶紧离开了 男主马上就要和女主出见了 你是不能在场的 我也想离开啊 但柳如烟毕竟是女主 她死死拽着我 竟然让我无法彻底脱离世界 下一刻 我直接凑近了柳如烟的脸 二人距离拉的极境 清浅的呼吸声营绕在彼此周围 暧昧而温柔 你又在乱想什么呢 哥哥没有抛下你 只是想去给你的成人里 准备一点惊喜 柳如烟的身体瞬间僵硬了 什么 我轻轻握起了她的手 不过 既然你着急 我也可以提前让你看礼物 果不其然 柳如烟根本就不经聊 她的耳间仗得通红 说话也变得磕磕绊绊 是 是什么惊喜 我低下头 在她手上落下一吻 这个吻极轻 极短 可柳如烟却仿佛被火烧到了一般 下意识收回了抓住我的手 她愣愣地望向我 哥哥 可下一刻 柳如烟眼里刚燃起的光就被熄灭了 因为我趁她松手的空档 彻底消失了 只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对不起 我骗了你 我看到柳如烟满脸不可置信 眼底一瞬间涌起了疼痛和疯狂 她伸出手 似乎是想抓住我 可下一刻 视线就归于一片黑暗 我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书中世界了 我叹了一口气 虽然这很残忍 但毕竟我和柳如烟以后都见不到 那不妨在走之前彻底断绝了她的希望 这样 她才会对我死心 从此对男主一心疑 原著中男主名叫伊藤城 人如其名 是个冷酷无情 全眸满腹的角色 那才是注定要陪伴柳如烟一生的人 完成这次任务后 我得到了五年假期 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缓缓闭上眼睛 我必须要把这段精力淡忘掉 把那些越轨的情感尽数收好 这样才能全心投入下一个任务 可刚一闭上眼 柳如烟最后的神情又浮现在眼前 和以往的乖巧截然不同 她的眼里充斥着绝望与疯狂 令人毛骨悚然 那种神色 让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她的场景 那时 柳如烟刚被自己的亲生父母卖掉 少女满身血污地躺在拍卖会的笼子里 额前几缕碎发垂下 显得孤寂而脆弱 宾客们议论纷纷 主持方怎么想的 怎么放得快死的小孩上来 好像是她爹妈赌博缺钱 所以就把亲生女儿卖了 天啊 这孩子伤这么重 还挺可怜的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能让爹妈卖掉 估计也就是个该死的野种 在一道道精明的目光中 柳如烟就像残缺的商品一样 被各种揣测评价 但她却面无表情 连眼睛都不曾抬起 就像是早就习惯了这种乐意 随着时间流逝 依旧没有一个人愿意拍下柳如烟 拍卖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各位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如果没人愿意买下 那我们只能销毁商品 就在这时 我捧着一堆钞票匆匆赶来 等等 我买下它了 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 自己不愧是工具人 无论是人设还是财产 都一穷二百 在各个鸡脚嘎拉里翻了快十分钟 花光了几乎全部的积蓄 才看看凑到了起拍价 于是 众目睽睽之下 我狼狈地把柳如烟领回了家 人总算是就回来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 我不知道怎么样 少女如同一只受伤的小狼 警惕而冷漠地站在门口 不肯进屋 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反应 但我能感受到她一直紧绷着气息 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 只甘爸爸憋出一句台词 你好 我叫战成燕 对面依旧没什么反应 我有些尴尬 但也能理解 毕竟 在原著中 柳如烟可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折磨了15年 她警惕心强也是难免的 想到这儿 我不禁有些心软 连话语里也带上了几分真心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家人了 你在我面前不用那么拒数 柳如烟终于抬起了头 她的眼眸深沉如沫 说出了今晚第一句话 条件呢 条件 我一下子愣住了 嗯 柳如烟浑身戒备 你就我的条件是什么 女主不愧是女主 才几句话就让我噎住了 我总不能说是为了完成系统任务 才故意接近她吧 于是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头 叫哥哥 这下 轮到柳如烟愣住了 什么 我说 你比我小 大人就小还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能要什么条件 嘴角勾起一个不怀好意的小 不过 如果想要我一直陪着你 就叫一声哥哥来听听 好不好 毕竟我可是才掏空了家底 让未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佬 叫我几句哥哥 不过分吧 夜色中 少女的耳垂泛起了薄红 过了半晌 她才像是被调戏了一样 别别扭扭地挤出两个字 哥哥 我笑得没心没肺 可后来 我真的因为这句哥哥 拼死保护了她三年 从此以后 柳如烟留在了我身边 按照原著设定 这三年 柳如烟原本会经历很多黑暗剧情 她会被生活魔的小小年纪就冷血无情 手段偏执很力 因此 我不意和原著剧情反着来 我如同剧透一般 带着柳如烟躲过了无数次未来的危险 将她保护得很好 尽管惊心动魄 但总是有惊无险 柳如烟也变了很多 她不再阴郁自闭 而是慢慢长成了一个优秀温柔 知书达理的女子 每次看向我时 那双好看的桃花眼 总是含着毫不掩饰的笑容 她还会用清脆动听的声音 一遍遍遍在耳边叫哥哥 让我酥麻地受不住 记忆逐渐回到三年后 柳如烟最后那个眼神 跟回忆中的简直判若两人 我忽然没有来的一阵心计 被最亲密的人背叛后 柳如烟会是什么心情 被背叛的愤怒 绝望 亦或是怨恨 我从梦中惊喜 吓出一身冷汗 下意识去说系统 系统 柳如烟现在怎么样 系统一愣 你说上个世界的女主 她目前看起来状态不好 情绪一直崩溃失控 我的心一揪 但系统又安慰到 不过这是正常的 援助情节就是这样 女主在最黑暗的时候 遇上了如同救赎一般的男主一藤城 然后就疯狂地爱上了一藤城 遭受过背叛的柳如烟 极度没有安全感 甚至一度将一藤城囚禁了起来 不过最后 在一藤城的陪伴下 她还是解开了心魔 两人携手共度一生 这个故事 不用系统再讲述 我已经看过千百遍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结局早已注定 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可到后来 我才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 如果我能早点注意到 柳如烟看向我的目光里的那些痴迷 兴奋 甚至是病态 我会不会发现 她就是个擅长伪装的疯癖 这样的疯子 是不可能被剧情牵着走的 而所谓结局 也早就脱离轨道了 什么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五年了 我都放完长假 打算开始下一个任务 可系统居然扭扭捏捏捏地告诉我 柳如烟黑化质暴涨了 男主没能攻略成功 剧情严重崩坏 世界即将被引爆 系统底气不足的小声道 宿主 伊藤城失败了 你得代替她去攻略柳如烟了 我无语道 你怎么不早说 等我彻底背叛了她再回去 这不是找死吗 我简直不敢想象 我当时的背叛是得让柳如烟多受打击 才会黑化直暴涨 那我现在回去攻略她 我回忆起了剧情 心都凉了半解 过了五年 柳如烟现在二十三岁了 按照援助进展 她在能力 财力 手段上都已经做到了顶端位置 残忍狠力 极端偏执 让我现在对上她 不就相当于跑龙套去打满级大佬吗 我连连摇头 拒绝了系统 可系统哭得眼泪横流 诉诸我求求你了 上个世界算是我们负责的 要是毁灭了我们也会被抹杀的 直到重回上个世界 荒谬感依旧挥之不去 系统说柳如烟此刻正在参加一场拍卖会 于是我直接穿到了现场 好不容易接受了事实后 我朝四周望去 才发现所有人都戴着定制面具 这应该是一场上流社会间的秘密拍卖会 所有人都戴面具 那我该怎么认出柳如烟 正当我在心里怒斥系统不靠谱时 台上的红色幕布忽然缓缓拉开 露出了一幅画 上面以草草几底 勾勒出了一个少女的睡眼 见此台下一惑生一片 我也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但并不是因为这是什么惊世骇俗的神作 而是因为这是我画的柳如烟了 十年前 柳如烟刚搬到我家时 每晚都头疼地睡不着 她被父母注射过大量镇定剂 后遗症还没完全消退 于是我便带她去医院输液 每一晚 我都会亲身给她讲些幼稚故事 或者是哼歌哄她入眠 久而久之 柳如烟也从一开始地抗拒 到能够浅浅入眠 这幅画 就是我趁她睡着实话的 等她醒来 我就送给了她 希望你以后每一天都能有好梦 少女的耳垂有些放红 抿着嘴接过了话 但没想到 兜兜转转 我又在十年后的拍卖会上见到了她 场下的人们面面相许 显然是不知道这话有什么值钱的地方 不知道就对了 因为我这个原画主也不知道 一千万 就在这时 一个低沉动听的声音响了起来 场上抽气声磁器笔服 目光齐刷刷朝一处一去 我瞬间僵硬了 等等 这不是柳如烟的声音吗 而且还是从我身边传来的 我目光僵硬的朝身侧望去 只见顽礼服华丽的女人 鞋椅在座位上 细致金贵而高冷 银色的面具衬得她愈发神秘 生人物尽 我的心跳骤然加速 养了柳如烟三年 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 这绝对就是柳如烟 原来我错怪系统了 她不是不靠谱 而是太靠谱了 居然直接让我穿到柳如烟身边的座位上了 大约是我的神色太过震惊 身旁的女人微偏过头来 跟我的目光对上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 阴欲偏执的视线黏在我身上 如同火将我焚烧殆尽 她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依旧温柔潜泉 哥哥 明明是很温柔的一句话 却让我冒出了冷汗 柳如烟这是认出我了 那我该点头吗 该说什么 还有 要怎么解释当初的离开 极度紧张之下 我的喉咙干涩到说不出话来 烟烟 一道温柔的声音突然响起 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这才注意到 左侧坐着一个男生 他一袭深色的西装 脸上的面具同样设计独特 更加显得深邃神秘 烟烟 拍卖关在清理上去呢 别愣着了 这轻易的语气 就如同一盆冷水 让我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这是伊藤诚 原著中 只有伊藤诚敢用烟烟 去称呼人人敬畏的柳如烟 既然如此 那柳如烟刚刚那句哥哥 多半也不是对着我说的 毕竟我脸上还戴着面具 他应该认不出我 那只能是在叫我身边的伊藤诚 果然 柳如烟听到伊藤诚的话后 只淡淡地摁了一声 就收回了目光 他站起身来朝台上走去 我这才轻轻松了口气 但放松之中 还莫名生出了一丝失落的情绪 不行了 别说攻略柳如烟了 我现在就连他的一个目光 都心虚地承担不了 我偷偷拍了拍系统 小声道 这任务是非得我做梦 我觉得伊藤诚攻略的挺成功啊 柳如烟也不像是黑话的样子 话音未落 系统就焦急地打断了我 宿主别说了 快去做任务 女主黑话质还在涨 她的声音难得紧张至极 女主早就在拍卖会场 安装了爆炸机关 等时间一到 她就会抱着这幅画 和所有人一起葬身火海 我猛地抬起头 台上的柳如烟依旧端庄贤淑 柔情似水 可她的手里却把玩着一支钢笔 在那一刻 我呼吸骤停 系统说 这支笔就是机关的开关 绝对不能让柳如烟暗闹 而柳如烟居然敢当着所有人的面 明目张胆地展示着她的凶器 真是个疯子 我焦急地思考着该怎么拿下那支笔 可台上的柳如烟却笑得云淡风轻 她站在掌声和摄像机前 随手摘下了面具 底下瞬间传来惊呼声 这不是刘总吗 柳如烟居然会亲自参加拍卖会 我记得她商务很忙的呀 天啊 真人比照片更好看啊 在各色惊叹中 拍卖官小心翼翼地上前采访 柳小姐 请问您为何愿意一致千金买得此话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 柳如烟淡淡淡开口 这是我丈夫为我画的 我不可置信地朝台上望去 但柳如烟依旧面不改色 仿佛在真挚地展示对丈夫的爱 场上顿时爆出一阵尖叫和骚动 柳如烟居然结婚了 听说她不是为了白月光一辈子不婚吗 怎么改变主意了 小说看多了吧 哪个成功女人会感情用事啊 就是 听说她和那个一家少爷走得很近 多半是有一腿吧 说着说着 有人偷偷朝一腾城头去艳羡的目光 但一腾城只是勉强笑了笑 并没回答 而我如同被雷劈中 将了半天都没缓回来 我什么时候成了柳如烟的丈夫啊 拍卖官显然没想到柳如烟真会回答这个问题 激动的脸都红了 毕竟柳如烟一贯冷淡谨慎 是从不接受任何采访的呀 于是 她赶忙成圣追击问道 可是 我听闻柳小姐一直是单身 柳如烟说 我不是单身 而且跟丈夫关系很好 从我们在拍卖会上出狱开始 我就对她一见钟情了 我回想起当初在拍卖会救下柳如烟时 她的那个眼神 幽暗的深不见底 这也能叫一见钟情啊 拍卖官继续问道 那您丈夫现在在您身边吗 柳如烟阴冷的目光投下来 明明隔得很远 但我就是下意识感觉在看我 跑了 在拍卖官震惊的目光中 柳如烟勾起了嘴角 不过没关系 我已经找到她了 说着 她修长的手指拿起了那只钢笔 漫不经心地把玩着 系统瞬间发出刺耳警报 女主黑话直满阁 察觉到女主即将引爆现场 请宿主立刻阻止 在那一刻 我也顾不得别的了 直接站起来喊道 别动 如我所愿 柳如烟的手确实停了 但她的目光彻底锁在了我脸上 眼睛幽深黑暗 像是在压抑着 汹涌而病态的情绪 用口型轻声道 抓到你了 晚宴结束后 我换上了最简朴的礼服 躲在人群中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头脑依旧一片混乱 当时 柳如烟在发现我后 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 她只是淡然地走下台 坐回了原先的位置 也就是我旁边 我们两人谁都没有开口 我如坐针毡 紧张地掌心发汗 整个晚宴几乎是一点也没看进去 满脑子都是晚宴结束后 我该和柳如烟说些什么 好久不见 这些年你还好吗 但她过得不好完全是因为我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 好不容易才想出了几个打招呼的方案 可晚宴一结束 柳如烟就被一群名流千金们簇拥着走了 我正正地盯着她的背影 身姿卓越 玲珑有志 我这才反应过来 柳如烟早就不是五年前我认识的那个女孩了 她如今已是商界炙手可热的星星 怎么还会任由我挥之即来 招之即去 站在晚宴中 系统的催促声响起 宿主 你的任务是攻略女主 不是刺杀女主 你躲在角落里怎么和她接触啊 我头疼地打断了她 先让我缓缓 我现在见到柳如烟就紧张 完全攻略不了啊 更何况 我抬头望去 柳如烟站在大厅中间 正在和各界贵族名流们碰杯 淡然从容 却又遥不可及 她跟我俨然已经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了 真的还能被攻略吗 站先生 你好 耳边忽然响起一道清脆的声音 我这才回过神来 一袭华服的伊藤成站在我面前 正宠我浅浅微笑 他单刀直入地开了口 你跟我一样 也是攻略者吧 我一惊 援助中 我只是一个工具人男配 存在感几乎为零 男主是怎么认出我的 伊藤成似乎看出了我的警惕 解释道 你我同是攻略者 你进入这个世界会有提示 更何况 柳如烟他 话说一半又粗然止步 他换了个话题 你应该听说了吧 我攻略一直没成功 这个世界都快要崩塌了 所以系统才紧急派来 我犹豫着点了点头 不过 虽然没成功 但我在这里待了五年 对柳如烟多少也有些了解 伊藤成冲我举了具酒杯 真直一笑 接下来的攻略任务 我会帮助你完成的 这倒是个意外的惊喜 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 于是我礼貌递到了谢 并接过酒杯喝了一口 算是同意了结盟 伊藤成拉起我的胳膊 走吧 我带你去见几个大姐 话音还未落 周围突然安静了下来 人群朝两边散去 空出一条道路 柳如烟不紧不慢地朝我走来 宝贝该回家了 我猛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 伊藤成神色一江 烟烟 可是战先生刚刚答应跟我走了 柳如烟冷冷扫他一眼 我跟丈夫分别五年了 现在连想接触一会儿 都要经过外人的同意吗 闻言 伊藤成脸色苍白 汗水从额头滑落 不 不需要 见状 我的心虚的越发厉害了 柳如烟这五年到底是做了什么 才能把伊藤成吓成这样 连对男主都尚且如此 那对上我的话 不会是想暗杀我吧 柳如烟见我不动 直接上前牵住了我的手 走了 我不敢反抗 只得僵硬地跟在他身后 众人的目光在我 柳如烟 伊藤成三人之间流转 在场哪个不是察言观色的人今 愣了一阵后 立刻纷纷捧场 这就是刘总刚刚说的丈夫啊 当真是英俊 战先生的西装 呃 当真是简洁大方 一看就很勤俭持家呀 立地恋五年 您二位的感情还是这么好 太羡慕了 我一阵无语 谢谢 夸不出来可以不夸的 还有 柳如烟现在脸色极差 像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 怎么看得出感情好的 就在我付匪时 脑袋忽然毫无由来的一阵眩晕 脚下瞬间发软 直直地朝地面倒去 不过幸好 柳如烟眼疾手快地拖住了我 顺势将我搂进了怀中 失去意识前 我看见柳如烟的脸色难看至极 眼底满是力气 这事发生什么事了 醒来时 我感到头晕脑热 一道声音不紧不慢响起 你醒了 我这才注意到 柳如烟正坐在床边 歪头凝视着我 她一领半场 露出精致的锁骨和流畅线条 显得慵懒随性 我只看了一眼 就觉得脑袋更热了 连忙转移视线 这是在哪里 柳如烟回答道 我家 你家 我愣愣地重复了一遍 你把我带到你家做什么 柳如烟刚才 一直在漫不经心地 把玩一条领带 听到这里动作一顿 湛成燕 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了 她俯下身来 带着温柔而不可抗拒的力道 用领带绑住了我的胳膊 我震惊了 柳如烟你干什么 下意识想挣扎 却因为那股莫名的热意 而浑身发软 几乎动弹不得 浑色灯光下 柳如烟打量着 我胳膊上的领带结 像是在看一件 为拆封的礼物 湛成燕 她的声音低啊 五年了 你答应我的成人礼物 什么时候给 我的身体瞬间僵住了 成人礼物 这不是我五年前 离开时随口边的借口吗 没想到柳如烟不但当真了 还一直记到了现在 我有些心虚的小声道 嗯 这个 柳如烟唇唇角弯起一个笑容 我知道 哥哥对我这么好 一定是把礼物藏在身上的 说着 他修长的手指顺着领口下滑 让我猜猜 在这 在这 还是在这里呢 我本就莫名燥热 被这么一聊 更是如同火上浇油 怒从心头起 我直接拽住了柳如烟的领口 然后恶狠狠地亲了上去 在这 这些年的压抑 委屈 愤怒似乎都有了发泄口 混乱的一吻结束 我笑得像五年前一样恶劣 柳如烟的这个成人礼物 你满意了吗 本来是想着恶心一把柳如烟的 可没料到他的眼神愈发深沉了 柳如烟呼吸不稳地再次凑近我 轻声呢喃 还想更满意一点 咚咚咚 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了急切的敲门声 柳总您在吗 一腾成先生上门说想见您 柳如烟被打断时脸色很差 可听到一腾成三个字后 还是停下了动作 他嘴角勾起一个冰冷的弧度 正好 我也有事要找他 这语气莫名让人害怕 眼看柳如烟下床就要离开 我连忙从他晃了晃胳膊上的领带 等等 你是不是忘了这个 差不多该给我解开了吧 柳如烟耳垂上暧昧的薄红还未散去 就对我露出了无辜的笑容 不可以 他的语气仿佛在红不懂事的小孩 外面很危险的 昨天晚宴上 一腾成才离开我的视线两分钟就被人吓药了 所以 你还是一直留在我身边吧 我这是被柳如烟囚禁了 双手被捆住 门也反锁上了 我心情糟糕地坐回床上 系统 你有什么方法放我出去吗 没想到系统的回答喜气洋洋 出什么去啊 宿主 你知不知道柳如烟黑化值已经下降了40个点 据我研究 每次你离他近一点 他的黑化值就会少一点 现在世界已经没有崩坏风险了 这是什么奇怪的设定啊 那以此类推 如果我离开了柳如烟 他就又会黑化发疯 看来暂时是不能走了 身体还在发着热 我只好头晕眼花地又躺回了床上 柳如烟出门前说我被人吓药了 奇怪 这到底是什么样 刚刚跟柳如烟稳在一起时 热度立刻消退了不少 可他离开后 那股晕衣又涌上来了 难受之下 我辗转反侧 无意间贴到了墙上的一幅画 简单的黑白线条 勾勒出一个少女形象 我瞬间被吸引了注意力 这就是柳如烟花一千万买回来的话 也是八年之前 我随手送给柳如烟的礼物 她被保护得很好 装在名贵的装表中 多年了依旧光洁如初 看得出来主人相当爱惜 正到我看得出神时 柳如烟忽然推门走了进来 她的脸色比出去时更差 满身力气 我一愣 这是发生什么了 柳如烟坐到我旁边 直接单手搂起了我的药 我痛苦地皱起了眉 柳如烟注意到了这一点 她趁我不备 低头稳住了我 哥哥 我帮你中和一下 我僵住了 直到淡淡酒气传来 我才惊醒地推开了她 你喝酒吗 她没说话 但那双眼睛里蒙着淡淡的水气 正一眨不眨地望着我 如同身不见底的墨谈 捂惑着人坠入其中 湛成燕 你之前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这个问题太过突然 让我愣在了原地 但柳如烟依旧自顾自地说下去 我想了八年 还是没懂 我最落魄的时候 只有你选择陪在我身边 保护我 可当我成年了 有能力保护你的时候 你又骗着我离开了 她的语气到后面有些颤抖 你是只喜欢看见我可怜的样子吗 柳如烟又一次露出了卑微的模样 简直跟看见我离去十一模一样 我的心难以控制得狠狠一阵 似乎是醉得不清 柳如烟拿起我的手 轻轻用脸颊蹭了蹭 乖得就跟小狗一样 不过都没关系 你把我当成疯子也好 把我当成消遣的工具也好 我只求你别离开我 她的眼眶泛起了红色 哥哥 你来可怜可怜我吧 也许是解药生肖的副作用 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 我知道柳如烟在八年前就喜欢我了 但我没想到 她的喜欢那么长期 在经历了我的背叛 经历了孤独的五年后 还能一如既往地喜欢着我 酸涩的情绪充满了心脏 要是我不是攻略者就好了 要是我能陪着她走过这五年 她是不是就不会变得这么偏执极端 患得患失了 这一晚我睡得并不安稳 或许是要笑 或许是回忆 让我的眼睛一片湿润 鸣鸣呼呼中 我感到柳如烟似乎搂住了我 温暖的体温传来 我能感受到她轻轻拍着我的头 低声哄得些什么 就像我之前对她做的那样 我听见她说 哥哥 希望你以后都能有好梦 叮铃铃 提示音在深夜中显得格外刺耳 我有些烦躁地皱了皱眉 从梦中醒来 柳如烟还睡着 她长截紧闭 在月光下模糊了轮廓 恍惚间还是八年前的少女 我放轻了动作去关手机 生怕吵醒了她 可找了一圈 并没有看到手机 我这才反应过来 这声音是从脑内的系统传来的 系统 察觉到攻略者伊藤诚请求对话 是否接听 我沉默了 虽说之前 伊藤诚拉着我的手说要帮我 但我转头就被吓了药 如果不是柳如烟把我带回家 我现在恐怕已经在某个地方不省人设 而在这途中 我只喝过伊藤诚递来的酒 我小心翼地同意了请求 不管她到底想干什么 见招拆招吧 战成燕 我找到可以离开的方法了 伊藤诚爽快的声音里满含喜悦 甚至有些尖利 我一愣 什么离开 当然是伊藤诚轻笑一声 离开这个需要攻略的世界 可是 如果这个世界崩坏 我们不是会被抹杀吗 所以说我找到了一个彻底离开的方法 可以和这个世界结绑 我在梧桐路36号等你 还没给我回答的机会 伊藤诚的声音就断开了 结束通话后 我久久回不过神爱 梧桐路36号 那是我和柳如烟以前住的家呀 伊藤诚在那里约我 究竟想做什么 不安敢让我心脏狂跳 我决定还是要去梧桐路看一眼 然后告诉伊藤诚 我不会回去 我已经不想再一次抛弃柳如烟了 看了一眼身边睡着的女人 我放缓了动作 小心翼翼地朝楼下走去 黑夜笼罩着这栋别墅 安静地连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 一路走到大门前 我将手放在了门把上 站成燕 熟悉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响起 我猛地回头望去 刚刚还躺在床上的柳如烟 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正斜斜地倚在楼梯口 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我 她的眼神幽深 里面翻涌着风雨欲来的情绪 你又要离开我了吗 我的心跳骤然加速 明明这次没想过离开 可对上柳如烟那张脸 还是有种莫名的心虚感 没 没啊 我就是想出去逛逛 只是想出去逛逛 柳如烟一步步朝我靠近 那为什么要躲着我偷偷下来 让柳如烟发红的眼眶 我难得有些手无足措 你相信我 这次和上次不一样 我会回来的 柳如烟轻轻吸了一口气 我看见她的手紧紧攥着 似乎在极力压抑着什么 就当我以为她要爆发时 她突然颤声说了一句 好吧 我不可置信地抬起头 看见柳如烟正深深地望着我 那你走之前 不跟我来得倒别稳吗 这个要求虽然突然 但让人简直无法拒绝 正当我低头想要亲一下柳如烟时 她突然伸手捂住了我的嘴 等等 她声音颤抖 你先等我保证 这次会回来的 我有些不解 可是对上那双压抑着痛苦的双眸 我的心肩猛的一颤 这个眼神 就跟五年前我被迫离开时一样 那天 我骗着柳如烟亲了她一下 然后转身就走 柳如烟一定也想到那天了吧 她肯定也害怕我又跟上次一样 一吻过后是不知归期地离去 于是我安抚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我向你保证 这次一定会回来的 深吸一口气后 又补充了一句 你在家乖乖等我 回来之后我有别的话想跟你说 五年前的一句喜欢你 由于任务原因一直被埋在心底 五年后 既然柳如烟还喜欢我 我就不想再错过她了 说完这些 我吻上了柳如烟 柳如烟反手紧紧搂住了我 更加热烈地加深了这个吻 你来了 一身黑色西装的伊藤成笑着朝我走来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怎么可能有攻略者会受得了柳如烟那种人 精神不稳定又极端 不是 我淡淡打断了她 我来是为了告诉你 我不走 伊藤成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扮上 她才缓缓出声 战成宴 你来的那天 柳如烟黑化质到达了顶峰 想要烧回整个拍卖会 你没忘吧 我点点头 那你还想留在她旁边 这明显就是个疯子 听到这句 我笃定地抬起了头 她不会这么做的 思绪回到刚来那天 我偷偷拿到了柳如烟 用来当引爆机关的笔 结果经系统检验 这支笔根本不是机关 而是一个自爆装置 而威力 只能刚好杀死一个人 虽然不知道柳如烟 为什么这么做 但事实证明 从始至终 甚至是在黑化质最满的那天 她想过最极端的事 也只是杀死自己而已 从来没有害过无辜的人 也就是那个时刻 我才发现 我被所谓的原著剧情 遮住了目光 陷入为主的认知 让我下意识以为柳如烟 长成了一个偏执疯狂 残忍可怖的人 可从系统告诉我 那支笔是自爆装置的那一刻 我才突然意识到 也许柳如烟一直没变过 也许她一直是 那个青春懵懂的少女 然后在我离开的那五年内 怀揣着破碎的爱举举独行 伊藤诚沉默了 你要是不愿意离开 我也没法强迫你 但是她太眼凝视着我 这是离开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柳如烟之前黑化之暴涨 整个世界都差点崩坏 但现在世界已经逐渐稳定了 只有这里波动还比较大 是唯一能逃出去的出口 你想清楚了 世界今晚就会彻底修复 你要是不走 就得永远留在柳如烟身边了 说吧 伊藤诚定定地看着我 似乎笃定了我会跟她走 但我却只注意到了她的一句话 为什么这里是波动最大的地方 这里梧桐路36号 明明是我和柳如烟以前住一起的家呀 伊藤诚没有回答我 月光下 我看到她的眼眶有些泛红 她忽然莫名来了一句 赞成燕 我有时候真的很嫉妒你 我一愣 明明我才是天定的男主 明明该由我去治愈柳如烟的 可她却永远只记挂着你一个人 我尝试了很多方法 想要像原剧情一样治愈她 想要让她对我敞开心扉 可是我怎么也做不到 她的声音哽咽了一下 柳如烟情绪崩溃过很多次 但一次都没来找过我 反而经常抱着你的话 躲到这房子里偷偷哭 我当时气疯了 才偷了她的话去拍卖会 可没想到柳如烟居然愿意花一千万买回来 那时我才意识到 也许从一开始 我就没有成功的胜算吧 她的每个字都狠狠砸在了我心上 砸得我心间发麻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时头脑一热给你下了药 现在想来还是觉得对不起 伊藤诚擦了擦眼角 对我拘了个功 所以我这次带你离开 就是想赎罪 听完这些 我沉默了半傻 不用了 攻略系统逼疯一个人的滋味 我是最能感同身受的 伊藤诚被逼迫着攻略不喜欢的人 我则是被逼迫着和喜欢的人分开 既然都是被任务压迫过的人 再加上伊藤诚没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我也没兴趣去跟他计较了 希望他在新世界能恢复本性吧 见我没有追究 伊藤诚似乎掖住了 一道很轻的谢谢你后 淡淡光线亮起 伊藤诚的身影逐渐模糊 在最后那一刻 他忽然回头道 对了 刚刚有句话还没说 这里之所以是最薄弱的地方 是因为柳如烟在这里的情绪波动最大 伊藤诚回想起某天所见的景象 外人面前生冷的不近人情的柳如烟 在这座破旧小房子里 对着一幅画凝望了很久 久到看起来就像一座雕像 就在他觉得无聊 想要离开时 忽然莫名贴到了一点味光 柳如烟居然在哭 他哭得无声 可眼眶却通红 似乎在极力隐忍自己的痛苦 哥哥 或许是从那一刻起 伊藤诚就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攻略成功了 伊藤诚离开后 我还有些恍惚 柳如烟居然哭过 从初见到重逢 整整八年 我从没见过他掉一滴眼泪 无论是被父母卖掉 还是被我背叛 他最多也只是红了眼眶 大概是因为这样 我一直觉得他坚强的无坚不摧 没想到书中赴黑暴虐的女主 也会躲起来偷偷哭骂 仿佛之中 我突然惊觉 天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亮了 而我也走到了一栋别墅的大门前 虽然距离很远 但我还是能看到 柳如烟正站在门口 他明明身段修长 却一直低垂着头 看起来无端的孤寂脆弱 柳如烟居然真的因为我一句承诺 等了整整一个晚上 我再也忍不住 朝他跑去 柳如烟 他猛地抬起头来 眼里第一次满是不加掩饰的惊恶 和视而复得的惊喜 我把他搂在怀里 眼眶酸色地开了口 柳如烟 我回来了 柳如烟15岁那年 被父母卖掉了 有人抱着小孩停在他面前 低头恐吓的 宝宝你看看 不听话就是这个下场 你以后再不乖乖的 我也这样把你卖掉 小孩只看了一眼 伤痕累累的柳如烟 就被吓得哇哇大哭 可柳如烟却面无表情 他并不觉得这是可怕的事 从出生起 他那赌博上瘾的父母 就爱拿他出气 肆意辱骂 但发泄过后 又往往会抱着柳如烟痛哭 烟烟啊 爸爸妈妈其实很爱你 只是偶尔控制不住自己而已 年幼的柳如烟很困惑 爱就是打和骂的意思吗 那他不想要所谓的爱了 他只想好好活下去 所以被卖掉也没关系 只要不让他待在父母身边就好 因此 当台下的观众都来把他当商品打量 肆意评价嘲讽时 柳如烟没有半分感觉 这些话 还不如父母的十分之一恶毒 他的心早就犯不起波澜了 可话虽如此 但当一个少年焦急地冲上来 一把握住柳如烟的手大喊 我买下他的时 他还是错愕地微睁了双眼 为什么要买自己 是因为自己见命一条 更好使唤吗 不过这也很正常 毕竟被买了就是他的人了 自然得认杀认寡 难道还会有傻子 愿意好好养着买来的人吗 一开始 柳如烟是这么想的 可是时间相处久了 柳如烟发现 这少年还真是个傻子 他会露出温柔的笑容 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 叫声哥哥 以后我就保护你 可当柳如烟真的叫了哥哥后 他却又狠狠呛了忌口 连耳锤都呛红了 行了行了 正常叫一声得了 别叫得黏黏糊糊的 柳如烟忍不住笑出了声 第一次发现 原来还有人会这么可爱 不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那个叫战成燕的少年 居然真的像哥哥一样在保护他 明明自己穷得叮当响 却总把最好的让给他 在他因为催眠剂副作用头疼时 会连夜把他送进最好的医院治疗 然后轻轻唱的摇篮曲 为他画下一幅画 柳如烟心里说他真是傻子 可接过话的动作却是小心至极 连耳锤都在发烫 对一个从来没见过爱的人 这一举一动的微小善举都是慢性毒药 能逐渐深入骨髓 比父母给他的爱 还要让人记忆深刻 战成燕走的那天 柳如烟觉得自己差点窒息了 心动的感觉蔓延至四肢百孩 让他整晚都无法睡着 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能让战成燕头也不回的离开五年 他也不知道战成燕究竟去了哪里 能五年内都杳无音讯 柳如烟找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可是除了吴同路三十六号的家 整个世界在无他的一点气息 于是他经常会跑去那里偷偷哭 就好像这样 战成燕就会忽然出现 像以往那样拍他的脑袋 别哭了 哥哥这不是回来了吗 但是没有 他只等来了一个伊藤城 柳如烟本来对伊藤城并无兴趣 直到他听到了系统对伊藤城说的话 宿主 战成燕已经完成任务了 柳如烟现在一定肝肠寸断 只要您略微示好 就可以趁机救赎他 成为他生活里唯一的光 战成燕这两个字一出 柳如烟停下了脚步 再后来 柳如烟跟伊藤城走得近了很多 很多圈内人都猜测 刘总平时不近人情 还是第一次主动接近一个男人 肯定是爱上一家少爷了 可只有柳如烟自己才知道 他只是想听伊藤城和系统的对话 接触的时间久了 柳如烟逐渐理清了一切 原来自己是一本书中的主角 原来伊藤城是他本来的爱人 原来战成燕 只是来攻略他的一个配角 现在已经彻底离开这个世界了 那段时间 柳如烟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 他行事手段变得更加狠利无情 让商业对家全都瑟瑟发抖 可直到一天 他听到了系统交集的声音 完了完了 女主黑话纸怎么暴涨了 再这样下去 整个世界都会崩坏的 解铃还须寄铃人 宿主 我们还是把战成燕叫回来吧 伊藤城犹豫再三 还是咬着牙答应 行吧 既然我攻略不下柳如烟 那还是让那个人回来吧 柳如烟难以形容那一刻的心情 惊喜 不安 疯狂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瞬间涌上心头 那天 他准备了两个方案 如果战成燕没回来 他就抱着他唯一的话 在火光中彻底爆炸 把自己和他的话烧成一堆灰烬 再也分不出你我 也算是在一起了 可如果战成燕回来了 那他说什么也不会放手了 战成燕来找柳如烟 烟烟 我真的觉得 你花一千万买一幅画太不值了 是你做的吧 柳如烟冷淡地打断了他 你把我的话偷去拍卖会了 伊藤城僵住了 张嘴似乎想解释 柳如烟转身离去 我听得到你和系统的对话 不用骗我 看在你和系统帮了我大忙的份上 我这次就不计较了 但是 柳如烟看着一脸不可置信的伊藤城 语气冷到冰点 没有下次 在他走后 伊藤城的愤怒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 柳如烟 你以为自己留得住你的攻略者哥哥吗 攻略者能穿梭于各个世界 他要是不愿意 没愿能强行留下他 要不是因为你黑化之暴涨 世界都快崩坏了 你觉得战成燕会愿意回来看你 柳如烟脚步一顿 呼吸有些发颤 别做梦了 谁愿意攻略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疯子啊 你自以为是的爱 只会让战成燕每分每秒都很痛苦 那天 柳如烟想了很多 也喝了很多酒 自己对战成燕的爱是牢笼 枷锁吗 战成燕被迫攻略他的时候 真的会很痛苦吗 柳如烟本来打算锁住战成燕一辈子 可那天晚上 却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所有房间的门锁 比起不想自己痛苦 他更不想让战成燕痛苦 所以他把选择权还给了他 我被伊藤城叫走后 柳如烟独自已在了大门上 夜晚当真是漫长无边 黑暗压抑得看不见一丝光线 柳如烟忽然有些喘不过起来 如果战成燕不回来怎么办 如果他又一次骗了自己 进入新的世界该怎么办 那好像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站在原地一直等 这个夜晚真长啊 就像永远没有尽头 跟过去的五年一样 长得让人控制不住的发疯 绝望 柳如烟 熟悉的声音忽然传来 柳如烟猛地抬起头 他这才惊觉 天已经亮了 我踏着耀眼的光线 一路跌跌撞撞朝他走去 柳如烟颤颤抖着搂住了我 力道逐渐加重 几乎要将我揉进自己的股血 还好 这次跟五年前不一样 他终于等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回到家我看着 擅自跑到我床上的柳如烟 有些头疼 你半夜不睡觉 来我床上干什么 距离跟柳如烟确定心意的那天 已经快一星期了 我是真看不懂他了 两人在一起前 柳如烟总是一副病交模样 又是囚禁又是发疯的 可在一起后 他反而变得纯情了 红着脸跟我分床睡了好几天 就当我以为柳如烟 不喜欢跟人黏在一起时 他又在突然半夜出现在我身边 把我吓一跳 柳如烟眼睫下垂 表情有些委屈 我记得小时候 哥哥还愿意抱着我睡的 怎么长大就不行了 这能一样吗 我看着柳如烟巧巧玲珑的身段 陷入了沉默 明白了 柳如烟点了点头 看来哥哥是只喜欢小时候的我 要是我能再小一点 哥哥就愿意和我一起睡了吧 不要把我说得像有奇怪的癖好啊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柳如烟说话怎么一股茶味 我勉强绷住表情 洋装淡定的 别胡说八道了 说吧 你大半夜找我到底什么事 柳如烟似乎还在伤心 自动忽略了我的问题 生陷可怜又无辜 虽然我现在已经没法变小 也没法让哥哥喜欢了 但我可以和哥哥一起生个小的 我一阵无语 这话题怎么歪了 见我一张脸瞬间这样的通红 柳如烟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这才认真道 哥哥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 我茫然的摇了摇头 柳如烟眼里的光都暗了几分 哥哥你总是这么不关心我 见他这样 我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颊 骗你的啦 其实我记得 别生气 柳如烟眼里闪过一丝惊喜 但依旧认真的辩解道 没生气 我怎么可能会生你的气 我笑道 这话说的 难道你从来没生过我的气 没啊 那我的声音轻了几分 我上次走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明明没说是哪一次走 可两人都明白 柳如烟抬眼望向我 眼底一片真挚 当然是担心你 他继续道 你那天突然在我面前消失了 我除了差点担心疯了 还能有什么别的情绪 我的眼睛忽然有些酸涩 但是 我走的时候骗了你 你不生气吗 其实这个问题压在我心里很久了 久到就像一根毒刺深深扎入心脏 让我每次看见柳如烟都会愧疚 所以忍不住趁着这个机会 假装平淡地向柳如烟问了出来 正当我不安地等着答案时 一个温热的触感忽然从眼皮传来 柳如烟不知何时泛红了眼睛 他的声音温柔至极 不生气 不管你是不是骗我的 一开始把我拉出泥潭的人 确确实实是你 其实你能愿意来这个世界救我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 与我食指相扣 只是我太过贪心 想要你陪我一辈子 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只是这次 心口不再疼痛 而是涌起了前所未有的酸涩温软 我擦了擦眼泪 好 说着 我侧开身体 露出了身后藏着的精致蛋糕 柳如烟愣愣住了 这时 我用手轻轻拂过上面的24根蜡烛 认真道 柳如烟 生日快乐 我从来没忘记过 今天是你的生日 看着柳如烟久久没回过神来的样子 我忍不住笑着逗她 怎么了 不喜欢这个礼物吗 柳如烟终于抬起了头 眼前的少女在烛火暖光映照下 精致分明的五官有些模糊 一瞬间 好像又回到了几年前 那年成人礼上未完成的遗憾 终于在此刻补上 18岁的少女眼里爱意汹涌 隔着时空说出了一句 不 我很喜欢 下一刻 她又轻声开口 也很喜欢